我們恭請徐曉鳳 民視長 各位嘉賓 大家好 下午已經非常的激動了 碰到這麼多的名人 這麼多的中華文化的傳承的人 那我現在的話是因為顧敏他出國 那他要我來表示一下 他講了什麼呢 他是講以義致遠 榮致無限 主要的是在義跟致為主 所謂義 他說義就是一個價值 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視價值的民族 2500年前 管仲提出禮義廉恥 國之思維 思維不爭 國乃滅亡的政治哲學 就今日的世界來說 義的地位更為重要 除了本國的義 還有各國的義 我與國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價值 屬於國際上的公義 只有遵守共同的義 國際間才能和平共處 再講下來是主義 主義是禁食國家才有的治國理念 對於一個社會或是國家 主義的意義就是社會治理 或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價值 甚至是唯一作為管理眾人事務的價值標準 這個價值標準可以發展成為一個 具有法律規定的系統 上至憲法下達民生法案 因此就國家而言 主義就是最重要的價值 孫先生在1920年代初 跳脫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爭 提出了三民主義為中國的前途 建構了一個更高更大更遠的價值框架 更實施步驟 因為在19世紀開始 就是一個自由平等博愛之下 產生了一個資本主義 而後中國人說物極必反 資本主義的到一個階段 就會產生另外一種要求 社會更加平等的要求 而產生了所謂針對資本主義 而形成的一個社會主義 孫先生呢是跨世紀的三個 跨三個世紀的人 他的旅途私承 跟他的旅遊見聞 再加上豐富的中外學養 不停的創新思維 使他成為19、20世紀的新思維 新思想傳播者 新文化的演繹者 新政治的實踐者 1992年 孫先生和平奮鬥救中國 在21世紀的今天 這個中國就是南淮景先生 所說的中華文化 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也就是說以孫文的博大思想 將21世紀建設為中華文化的世紀 我們知道 英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美國 這幾國家就是西方強國的代表 他們各有擅長 也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 蜻蜓的大門被船間力炮打破 列強勢力在中華大地 如入無人之境 中國人一直苦苦的思考 如何追趕上他們的現代化 不論是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或是採取物性變化 孫文提出的跨世紀的策略 是迎頭趕上 如何迎頭趕上呢 是 在超過三年 甚至一場 1860年 美国大总统 美国的总统林肯先生 他提出了他的治国理念 属于人民的of the people 经过人民的by the people 为了人民的for the people 孙先生简单地用 明有明智明想六个中文字 表达了19世纪的政治精华思想 也诠释了美利坚和中国 新兴国家的治国理念 这明有明智明想的概念 使得孙先生在日后 孕育出了民权民主 民族为核心的三民主义 在他在世的最后几年 努力宣扬三民主义 行思想 孙先生 极致 极致应变 荣致无限 越挫越勇 孙先生是以 汉满蒙回藏 五族共和国的中华民族 建立了中华民国 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 三个月 主动退位给袁世凯 他原本期待在首都南京 由南方的革命同志 和北方的革命同志 组成类似的两党政治 袁世凯在北平 拒步南下就任总统 而形成了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在民国初年 也实行了由政党为名的 议会政治 只是知意行难 未能成功 在宋教人被暗杀后 出示提升的议会政治 彻底的崩盘 孙先生越挫越勇 改组革命党 不久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广东军阀 陈九明叛变事件后 他决定成立黄埔军校 再次主张以武力 武装力量推动 先破坏后建设的方式 建设新的中国 智者就是智者 能够融制无限 事实事出 引领 一千三百年前 古西藏土藩王朝的松战干部 为迎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 和中国唐朝的文臣公主 在拉萨地区 新建了举世文明的布达拉宫 成为日后的西藏文化中心 当时相当强盛的土藩王国 透过联姻的方式 引起了尼泊尔文化 和中国中原的文化 将两者的佛教文化精髓 融合在一起 形成后世 传下了藏传佛教化 若假设没有 松战干部的文化 也许就没有藏族文化了 这个例子 对于新世的人类文明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扩大融合度及接纳度 在此基础上 再组合新的共识 21世纪的中华文化 和世纪文明 应该如何 我们应该以 孙文思想的思想源为基础 孙文思想中 有足够的海纳百川精神 以及不停吸收新的思潮 和文化养分的实践 并创造出银头感上的 最后 我们如何准确阅读这个世界 我们如何恰当的诠释 自己的民族文化 我们如何建立中国人的主义 我们如何在存异求同中 创造和谐相处的大环境 这一连串的思考 正是本次论坛的一个目的 在孙文精神的感召下 我们共同开创 21世纪的世纪文化 谢谢